安倍晉三前首相是我認識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還記得今年三月跟他視訊會談的時候 他那親切的笑容跟溫暖的問候 當時我們雙方都非常希望能夠早日在臺灣見面 這一天謝長廷大使也提到 安倍前首相剛允諾他要來臺灣訪問 我們也看到許多民間的朋友都談起 原本規劃跟安倍前首相一起進行的活動跟計畫 這些都代表了安倍前首相跟臺灣互動是多麼的密切 我們一直都是並肩前進的好夥伴 對於安倍前首相的離開 大家都非常的難過與不捨 這幾天來自各地的民眾 對於不法的暴力行為 我們也要再次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安倍前首相是深受國際推同的國際領袖 畢生致力於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 他更是臺灣的好朋友 多次訪問臺灣 大力提升臺日關係 促進了雙方的交流 這些年來不論是臺灣遇到震災 或者疫情挑戰 安倍前首相總是伸出援手 在國際場域他也為臺灣仗義直言 積極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安倍前首相對臺灣的友好與溫暖 將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這幾天我看到在臺灣和日本 許多朋友都在回顧 安倍前首相談情悼念311 贈災罹難者的影片 安倍前首相在影片中表達 希望跟大家一起發揮挑戰的精神 以及互助扶持的精神 我相信這也是臺灣和日本 共同秉持的精神 過去臺日相互扶持走過許多的挑戰 今天我們一起追到安倍前首相 也會記得他對臺日合作的期待 未來臺灣和日本會持續攜手合作 深化雙方的友好關係 共同創造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安倍前首相 對臺日關係的貢獻 正如同他所彈奏的歌曲 花正在開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讓更多的臺日合作開花結果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